我們今天要來看的是 貝塔克跟社會有稍微有點關鍵 我們在之前第一次月桿上 有提到多元文化 有提到其他外來文化的多元 其實台灣我們現在外來文化影響還蠻多的 有哪些外來文化? 你們還會受到哪些國家的影響? 韓宗教 國家啦 美國文化 美國文化 比如說你們看那個 NBA 還沒寶寶是 天獻寶寶不是 天獻寶寶不是 天獻寶不是 看NBA也是 NBA也是 我講那個 好像是 等一下 日本 日本 日本什麼影響我們 那個 那個電視那些 電視節目 那個電視有些品牌我們 台灣有 好 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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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ogue 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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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一下一些跟其事有關的題目 想要你來猜猜看 圖片的內容是什麼 然後有什麼 這個人或這個對象或這個品牌 有什麼讓你印象深刻的作品 第一個就是 《少女時代》 不知道耶 《少女時代》 那它有什麼 有什麼作品 或是有什麼 很怪的舞蹈舞 不能說很怪 有一點 有屁股 性感就是了嘛 對嘛性感就是了嘛 唱歌 唱什麼歌 《少女時代》答對的 那它有動猶九個人 所以它是一個很大的團體 團體的歌手 然後比較暢銷的專輯有 《Gross Generation》 然後《Oh》還有《The Boys》 我們那個學校不是他 有學生開放給學生上去表演節目的那種場合 比如說兒童節的表演節目 或是起播表演或是才藝晚會那些 很多學生 你們也覺得學姊 他們會選擇 那個《少女時代》的同學來跳 你可能看它的專輯名稱 你不再知道 但你如果聽到它的歌 你知道嗎 好 第二個 來看看 這個是誰 江南大叔 江南大叔 好強喔 我們猜一個是大文 江南大叔 我們為什麼要聖課的作品 江南大叔 江南大叔 好 江南大叔 好 江南大叔 好 江南大叔 最近 江南大叔 江南大叔 對不對 人色 超色的那個動作韋謝 心圍有波 那 反正是要表演嘛 所以如果你覺得韋謝 就不要學 江南大叔 中文 好 再來 另外一個是誰 這個人也很多 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一、十二、三、十三個 我懂 我懂 他還沒有 但有人找到答案 可能會沒有皮手 來 誰 哇! Super Junior! 這個 Super Junior 他比較特別的是他的人很多 可是呢 裡面的神緣常常在換 結果這個人他就單飛了 這個人被換掉了 然後一直在換 Super Junior 原始的神緣12個 後來就是有一些技術 那他的最上場的專題有這幾個 Sorry Sorry 然後我拿媽媽 我拿媽媽 還有Mr. Simple Mr. Simple Simple 然後Sorry Sorry 你們應該都知道那個舞 好 這是Super Junior 好 再來一個 誰? Ren Ren 從哪一部去開始出名的時間 那叫什麼 慢慢滿屋嗎 對 慢慢滿屋 這時候是有一部那個偶像劇 慢慢的畫出來 然後開始明清大照 然後後來他也出來唱歌 對不對 好 再一個 誰? 這個演戲的 有什麼叫做的? 等一下有人知道 金正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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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的是他戲裡面的名字嗎? 金正日 半名字 不是 不是 金正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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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美人耶 他一定叫金什麼人 不是 金大波 金正恩 金塔 不是嗎 張君明 張君明是台灣的演員 這是韓國人 其實也就19歲 或是你曾經看過他演過什麼 有 那個叫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 從那個會來然後到現在 然後到現在 為什麼我現在在講說 從那個會來然後到現在 有演到我們演 不是 不是 你講熱金正賢 不是他 我咧 好 來 因為他演的是生點戲 不是 這好像是嗎? 露霧情形嗎? 露霧情形嗎? 露霧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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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對就是他 大長筋 我是大長筋 大長筋 小老闆解公司 好 這個人叫飲恩惠 喔 喔 老實 我忽然想起來 他叫什麼名字 他叫他妹妹 怎麼可以叫老實 應該叫白髮 不要再討論 白髮 白髮 幫你啦 好 他呢 叫飲恩惠 那你有沒有知道他名字 可是 那對王子一號店裡面的那個 那個女犯男裝的那一位女角 就是他 就是 弄你前個男生討的那個啊 然後後來跟他被王子一號店的那個老闆 戀愛的那一個 然後跟他那個 風 風 那他那個 射門 那他就是你剛才講的那個 未來現在的那個嗎 不是 不是 所以這樣知道是誰了吧 知道 只是說他可能 在戲裡面的造型 你們比較熟悉 可是他剛才拍的那個 那個 就是一百多照片 不要超過一根手指 剛才那個外面拍的那個 可能是大文照 比較跟戲裡面不太一樣 好,然後再來看下一個 那個,那個 我是不知道那個名字 有沒有,你有那個叫什麼名字 男友 他叫什麼名字 是誰 不知道他名字還是名字 車太現 他的名字姓車 車太現 有一個面子 車 好啊 我們今天太興奮了 很開心 像之前他有演戲的叫車人表 車人表 然後他有演過一個 像那種武裝劇 武裝劇 好像有 因為就是電視電影都會拍 那他比較有名就是 我的臉還是沒有,那時候開始紅起來 那之後他有繼續演一些電影 我有看過 好 然後為什麼你都要用韓國的 我們今天不是說要講韓國的 對啊,是浩菜 浩菜啊 這是什麼 剛才有人提到他的名字 就是在床前面我們在插音的時候 不要叫你 不要叫你 江湯群是台灣的人還是韓國人 韓國吧 江湯群是韓國人 江湯群是韓國人 對啊 是不是以後天方講的 走啊 你再講一次 你再講一次大聲一點 講嗎 不是,應該不是 因為我聽那個第一個姓是他的姓 是金金嗎 不是金啊 不是金啊 那個金就只是 剛才我們在看警恩位的時候 有人在猜的時候 有猜錯 但是那個名字是他 林志玲喔 林志玲喔 林志玲 林志玲姐姐長什麼樣都不知道 林志玲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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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才是一位 他叫李佑 白板喔 好 那就是李希艾 你看 他之前有一部片大腸筋 不只在台灣熱賣 不只在馬韓國本地 而且熱賣到前兩周 我告訴你一個數字 在伊朗播出的時候 他那個片也有賣到伊朗 伊朗播出的時候收視率多少 百分之九十幾 台灣人有百分之一百分之二 就拍手叫好發獎金 他們是百分之九十幾 大概都在看這九十幾 但是為什麼百分之九十幾 因為伊朗本地的那個電視節目 比較孤兆 因為他們是屬於回教國家 伊斯蘭教比較嚴肅一點 所以他們那個劇沒那麼好看 結果韓劇大腸筋一過去之後 很熱賣他 那在哪裡有說不好的一次嗎 對啊 那其實他在最早的時候 有一部作品叫火花 你爸媽應該知道 因為那時候韓劇大 剛剛就在台灣 然後火花是他的 就是他被台灣人認識的第一部作品 那我剛才講那個 另外一個叫車人表的那一個 就在火花裡面跟他是演夫妻 好 再來 接下來不是演員的 陳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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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宋跟iPhone 他們除了那個Mark不一樣 大小有一點點不同之外 你看那個圓一功能都還蠻像的 這個是iPhone 那個是陳宋 那也因此 陳宋跟iPhone他們一直處於競爭的關係 台灣的那個HTC都還沒有辦法達到跟他們一樣的地位喔 陳宋現在是全球銷量最大的手機 那iPhone是單一支手機銷量最大的 也就是說如果同樣比iPhone跟Galaxy 那可能Galaxy組iPhone 可是如果把陳宋所有的手機 從最好的到最好的全部手機的銷量加起來 贏過蘋果的手機 所以他很可怕 所以他很可怕 好 所以呢 他們在之前甚至還有打 因為這個蘋果就告三星說他們 滑著然後到最後還會彈回去的那一個段 對 就是有一些功能 像他們滑一幕會彈回去的功能 他說 神仲你抄我的 於是告他 那他的官司 不是說在某一個國家島或某一個地區打 他是全球都在打 全球反正你哪邊熱賣 我就打一個就是告 告一次賠一次這樣 那但是這個官司不是說穩輸或穩輸 就是有些國家判誰重贏 有些國家要看 蘋果 那在去年的八 對這叫去年 去年的 這個今年就是去年的東西 去年八月的時候 美國加州法院神經財力三星敗訴 所以要賠蘋果十點五億美元 三百 你乘以三十 應該要算二十五 二十五 二十九三十 三十一就好算 也就是三十 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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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十五 一十五 一十五億 台幣 台幣喔 三百一十五億他不是跟國家告 他是告一家公司而已 那這個公司就要賠那麼多錢 而這個三百一十五億有沒有讓三星垮掉 沒有 因為就是九沒有硬 所以三星多大的公司 你要做手機 電視有沒有三星 有 相機有沒有三星 有 汽車有三星之湯 電腦有三星 很多東西都是三星之湯 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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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這個東西 我們品牌 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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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種的在台灣就是韓國車很爛 請注意了喔 韓國最大的車場 而且是全球排名第三 第三大 第一名是什麼 第一名 第一名 第一名有時候是豐田 有時候是廚師 他們兩個有時候他第一名 有時候他第二名 就這樣 但是第三名就是現代 歐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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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想很多人買 表示車子 或許他不是像勞斯萊斯 或是像什麼賓斯 賓斯 賓斯 那麼高級 但是對於一般的消費者來講 是接受度最高的 所以他才能夠賣那麼好 所以只要能夠賣到前三名都一樣 這是現代汽車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什麼 泡菜與番薯 通常泡菜是甚麼 韓國 番薯是甚麼事 好啊 好 這邊穿搭一個笑話 我們有時候不是跟韓國人會 有一個比賽啊或什麼 然後大家說韓國又做什麼的時候 想要很討厭他對不對 然後那時候就是有點網路叫他出來 突然有一次就是 有一個比賽 然後韓國人又動手腳 他好像輸了 結果他就是一群食物 就是蔬菜啊食物就出來 然後呢 裡面有什麼 有泡菜 有番薯 有紅蘿蔔 然後誰會被罵 紅蘿蔔是泡菜 泡菜已經被罵了 因為韓國人的食物 結果有番薯也被罵了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是韓籍 韓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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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鬼啊 紅蘿 韓籍 韓籍 另外他是 他的台語叫韓籍 他是韓籍 韓籍 紅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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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 韓籍 所以 他也被歸雷為乾脆 好爛喔 好 好 來說說 你對韓國有什麼印象 而且 這個印象哪邊來 一起說 就是你對韓國的印象 然後你這個印象是怎麼來的 比如說 有可能是你親自當地去旅遊 或是沒有認識韓國朋友 有記憶 在以前不是有學家 是你失戀 他們 還有 他是男孩 還有我有記憶 很cell, 這裡 不是歐!有肯定是沒有 沒有 好 那或是說 流行文化 李灘烈已經 現在 現在 畢業了 李灘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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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好啦 反正這個李差列這些都是 採列系列都吃 但都已經聚了 對不對 好 那比如說 你有可能對於這印象 來自流行文化 什麼樣的流行文化 我對那部三過了 有 有情歌 還有什麼 手機 戲劇 戲劇 再來 或是從媒體報告的人來也算 來有沒有說話題 對韓國主義講 我們宣言 很多藝人團體 很多藝人團體 他們有很多藝人團體 而且都很紅 然後來台灣 就是他的專輯都來銷售台灣 國安跟電子產品 都是台灣的對手 電子產品是台灣的對手 飛彈 飛彈是北韓 我們在講南韓 不是北韓 韓國有分享北韓知道吧 知道 我們現在比較常接觸的 是南韓 北韓都沒有 南韓好不好 不是北韓 所以現在是南韓 現在在引起飛彈的 飛彈A最危機的是北韓 北韓的金正恩 北韓的金正恩 為什麼 一直在講金正恩 不是我講耶 是泥 是詹生講的 是泥 不是講十字明的 你是前面沒有講金正恩 他就講金正恩 他就講金正恩 金正恩 金正恩 韓國 韓國 你們要講北韓 韓國 人參 人參是他們的 特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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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人參 像我們前一陣子不是都會長看到那個北韓 因為要設備 然後他們關立了一個工業區 叫做開城工業區 然後有一間南韓的去那工業區設廠的 就紛紛反貨都運走 那個開城工業區就是他們人參的製造的一個工廠 還有沒有 對 韓國的印象 都吃得很辣 食鍋飯飯的那個很平民的食物 都吃得很辣 吃得很辣 韓國人吃得很辣 為什麼要吃得很辣 因為天氣的微度高 天氣的微度高 還有嗎 這是小菜的 很多 小菜很甜 小菜很甜 你說繼續吃韓國菜 然後要那個前面上一點一點 那個一直去 然後不用寫 好 這個是 我們今天這個是韓國人 那個是韓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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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關除了飲食之外 對於他們的個性啊 或是他們的一些風格 你有什麼評價 就是 我們看到的背景 就是那個 像是那個韓國人 然後女生每次 像要出去小白波 或是什麼 現在就在打扮 就是 那個裝備化妝 韓國人 都要 打扮完才 出的 那這個是從哪邊 我們剛才講的兩邊 正先這樣子 韓國有人講的 韓國有人講誰 我的島嶼 島嶼 那是韓國玩過喔 韓國玩是有看到什麼情形嗎 沒有 就是有看到什麼 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們有一些 很多種泡菜 都可以自己的 自己做泡菜 讓遊客 抵愛玩 然後要送給那個 養好院的那種 去吃 你們做好之後 送給養好院去吃 是不是 我們還有養好院的 董事 很汽車 為什麼叫很汽車 因為 很會身材汽車 手機學便 很色 手機學便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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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個 把醉都高在我身上 你從哪邊知道這個情形 然後 然後醉都高在我身上 那你從哪邊知道這個情形 我爸給他是我 你爸告訴你 好 周伍生 我爸說那個 韓國人沒整齊 韓國人沒整齊不能探 所以不能說 對啊 可能可以說是 他們整齊的風氣很盛 就很注重那種外表 所以 你有沒有看到 韓國的 韓國的女明星 每個都一樣 漂亮的樣子 就差不多 就是可能 眼睛都在那邊 用它大聲 用它插頭髮 對啊 都搞不清楚 當地人就有個整個 幫你幫忙去看 從哪邊知道這個訓練 用商食 在韓國中 因為 幫忙 然後當地人就卡到我們 全部都要 妳是什麼身分 妳可以讓當地人 才還要關在你 不是當地 但是 就是那個時候 我們就是有 平常一集 然後 就說 本身 我們就要去 參加大陸以內一次 對 然後 參加大陸以內一次 參加大陸以內一次 然後 就是 抗議你們嗎 不知道 有幾個啊 有幾個啊 這個有幾個啊 欸 你有去那個陸營嗎 是你哥哥去啊 你跟你哥哥同一趟去的嗎 那就他哥哥他們讀北陸國中 他之前去年 去年 去年暑假有一個大陸營 然後是台灣這邊的同軍團 有去韓國那邊大陸營 然後他在那邊遇到的情況 就是韓國人對我們不是很友善 對我們的外交官不是很友善 對我們的外交官不是很友善 然後怎麼經常都要去 沒有都要去 沒有都要去 但如果你願意去 但真實會去 來 來 如果韓國當地人 和其他外國人發生爭執的時候 就是他們都一定會先為夫妻 會坦夫自己的 好 差不多了 好 這些 你的訊息是從哪邊來的 呃 電視吧 電視媒體 好 OK 那我們來看看 這邊我有一天文章 那我發給你們看 這天文章喔 正版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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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不完 那這個是一個 台大有一個學生自己的報紙 叫做台大律師報 那他就訪問了他們 他們學校裡面 來台灣留學的韓國學生 去問他們關於韓國的那些事情 因為我們從媒體上 或是從流行文化裡面 所了解的韓國 有時候不見得是 真的是他們的情況 所以呢 這個台大醫師報 他們才去專訪了一個 韓國自己的學生 由他來告訴我們 韓國人到底是怎麼樣 有沒有 多的 多的 剛剛在這邊 多的 好 那我們來看喔 好 你還沒有看完的人 你可以先到我們題目 等一下 順著這樣看一下 你可能會比較要解釋 這樣我們先去聽就好 好 第一個 這幾年台灣層暴漲 韓國的經濟成就已 目前國內經濟在對的情況 但韓國對台灣的經濟 又是抱持什麼樣的看法 好 這個聽我做一下說明 記不記得我們台灣不是 最近會來講 年輕人大學畢業是要多少錢 20 20 20 然後這個時候最常被拿來比較的 就是韓國 因為韓國以前跟我們是 亞洲四小龍 亞洲四小龍 那時候有台灣 新加坡 香港 跟韓國 這四個國家 於是這四個國家 他就是常常被拿起來一起做比較 因為這次我們經濟實力 就差不多一起拿來做比較 可是現在台灣經濟比較差 但是其他國家 像新加坡跟南海 都往上一直爬 所以我們就會被拿來做比較 就是他們 我們會拿他們來做比較 那這時候比調呢 台灣22K 南海他們好像都是 好像都是30幾 40幾K 就和台幣是30幾K 40幾K 也就是比台灣的大學生 清水好像很多 那這個時候 我們用這個來突顯 國內經濟的情況 那這一位受訪者韓國的學生 他對於這個問題 是抱持什麼樣的看法 找得到嗎 來請你看第一面 第二面的下面不是有一個 會想透過不同國家的角度去看韓國嗎 你看看這一段 這一段在講的就是這個經濟上的問題 來你看看 這一個金同學 他對於這個經濟的問題 他的看法是什麼 你說去台灣嗎 對 就是我們咱們拿韓國來做比較 說台灣有多差有多差 然後金同學的看法是什麼 是不是台灣太分裂 自己追蹤比較少 好 這個問題可能你們比較 複雜 你比較不懂 來我講幾個比較關鍵的句子 他這邊說 在台灣 關於韓國的報道都不提負面因素 也就是說我們只挑那個 他們30幾K 40幾K 這一種來講 可是他們拿這麼多的起薪 背後的代價是什麼 付出了什麼代價 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他都不去提 只單講他們經濟比較好 他們的薪水比較高 這樣子 他這邊說 沒有人告訴你 像台灣現在拼經濟 達成目標會失去什麼 可是在韓國很明顯看到 達成了經濟競爭力之後 人民並不幸福 因為人民是用非常非常犧牲自己的方式 才去達到整個國家 那麼好的經濟成就 也就是說他們可能工時都很長 下了班之後還要去應酬去喝酒 很晚很晚才回到家 然後不早可能又要出去陪老闆 陪客戶打包和服務 也像工時就很長很長 於是他可以拿到那麼多的精準 他有算覺得台灣比韓國好嗎 你覺得台灣比韓國好嗎 沒有 他就覺得說 台灣比韓國誰比較好 不見得像媒體那樣講的 就完全都一面倒覺得你是韓國好 他覺得不見得要這樣看 因為韓國達到那麼好的情況 他背後有付出很多代價 我們這麼講 如果台灣人一天工作八小時 零兩萬二 結果韓國人一天工作 工作可能下個班之後還要陪客戶應酬 早上要找起雲陪老闆打 奧爾夫球 他真正工作的時間是十二個小時 然後他領三萬六 這樣子有比較好嗎 因為他其實公尺是比較長的 就是那個差距就沒有那麼大 或許還是比我們好 但是差距沒有那麼大 他的意思是這樣子 然後他其中裡面有提到說 為什麼韓國人認為台灣 用ECFA跟中國的時候 會成為經濟上恐怖的敵人 所以為什麼韓國常常會 在經濟上跟我們有一些競爭 然後好像很強 就是要給我們這樣的背景戰 好 第二個題目 什麼是韓國學生認為很基本的事 來找一下在哪裡 有 我知道 來 你說 同學全部都在準備公園考試 同學全部都在準備公園考試 有沒有 有 誰 台灣還是韓國 韓國 台灣還是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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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 你要問幾遍啊 你們沒有真的看到那段敘述 就在瞎拆 在惡選地下拆 沒有 你說韓國 請問你是看到哪一段的去處 我知道 是韓國嗎 韓國 我知道 來 那個 那叫啥韓 就是韓國人每分每秒都要 做對未來找工作有意思 然後 這是做為韓國學生的基本事情 然後像我以大意識的同學 就全都在準備公園的一段 有沒有 就這一段 對啊 對啊 所以你要講韓國 你要真的有想不到 真的有看到嗎 真的有看到嗎 你剛才不是說台灣 他說韓國 你剛才是誰說台灣 他 都在講台灣 你剛才有沒有看到台灣 你剛才有看到台灣 沒有啊 也就是要在學習上 他一進大學 在做什麼事 我實質就在想 或只能從事我的實力 我現在做的事情 跟我未來就業有沒有關係 有沒有辦法 有沒有辦法 幫我爭取到工作的機會 這樣 就很讚讚 可是我們台灣的大學生怎麼樣 就一直往來 我們不要平靜一下 我們請教一下後面的大學生 你後面的大學生 你們現在在學生 生活怎麼樣 上課了 做麼高 然後 打工 打工還有呢 晚 還有未來的工作 有做在努力什麼嗎 有啊 實習 還是有啦 還是有啦 反正你們知道這個情況 其他國家還是怎麼樣 在當高學生的 以後你們幾年後 六年後就 輪你們讀大學 你就知道要怎麼樣 好 來看一下 每分每秒都要做 就不會來找工作有實力的事情 有實力的事情 好 再來第三個 我們可以看 韓國人並不幸 我們在報導韓國基因 就是說 往往都忽略了 一個問題 韓國人並不幸 我當然沒有犧牲 被大企業剝削 被國家剝削 什麼叫剝削 你剛剛不太知道熱動 剝削就是說 國家或是那個企業 用一點點的酬勞 要求你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坑錢 不是坑錢 是有一點在坑你的勞力 他付你一點點錢 然後這個一樣 你就那個一樣 你做 或是說他付給你的錢 其實不少 可是他要你做的事情更多 更多 如果 同樣的工作分量 你到歐美國回去 可能領的錢 是更多更高的 福利是更好的 這樣子 這個我們看有請教 好 那 韓國經濟公司 如果進行其他一點 這個應該有看到吧 有 來 再來一樣是 現在第一頁的倒數 最後一行 一二三十五 有沒有 倒數第五行 不是有一段新的一段嗎 台灣是會對韓國的想像 有沒有 有 我們都覺得 藝人化很光鮮亮麗 韓國藝人很光鮮亮麗 對不對 就來唱歌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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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會算很多錢 這樣是不是 這不是很多的 像少女時代還原一個人 一個月 分多少錢 台幣四萬多塊 因為 為什麼那麼少 因為 為什麼那麼少 公司剝削這些歌手 辦演唱會 出唱片劇演戲 拍電影 公司的 得到的那些酬勞 公司 記憶公司會 拿很大一部分去 他的理由是 是我挖掘你出來的 是我花錢 幫你做造型 把你送去上 訓練課程 然後幫你編舞啊 幹嘛幹嘛這些 所以我要把我的投資收回來 所以呢 剛開始這些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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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像表情那樣 光鮮亮麗 後來 你要等得到後來 有些人在前面很穩穩 明明我就很有名 明明我就是光鮮亮麗 明明我就是人人都認識我的明星 可是我賺不了什麼錢 於是他熬不下去 沒有到後來 他沒有等到 到後來 人就停開了 那有沒有後來 就沒有了 就沒有了 因為他中土半獨了 所以就沒有了 熬不下去了 可是有些人他怎樣 真的就跟他熬下去 到後來的確就 像現在那個李陰愛有沒有 李陰愛 他一樣也去經過那個剝削 可是他後來就會 因為已經很成名很久了嘛 那自然的薪水還是會比較高 如果實際上還是很低 那當然沒有人要去的嘛 然後在騎馬虎那個大師 這個我們都知道 如果你有興趣 你可以去查查看 因為那個賽他其實不是新人 他之前也是歌手 只是沒有默默無影就對了 等於是他前面有很長一段時間都默默無影 然後一直到江南大師才起來 好那韓國人為什麼不會站出來 反對大企業委員會 因為這樣子的話 很多大企業不會 就在你身上貼標籤 就做了以後 也都不能錄用 答對了 來這個文章裡面哪邊 你知道喔 第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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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面有一個 韓國的媒體 環境是不是 蠻體育主義 企業委員會 都在那一大段 有沒有 裡面就有講了嘛 韓國的學生 他們想的是什麼 畢業之後 要到大企業公眾 來這邊 韓國人 或我們台灣 韓國人 今天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是有中小企業 有這種小公司 每一種左小企業 有大公司 像洪海 像台銀燕那種大公司 不是 我們是必準的 可是在韓國他們是鼓勵大企業 把很多資源都給大企業 甚至讓很多的工作都讓大企業壟斷 壟斷的話算很多錢 可以讓它擴張更大更大更大 它的目的是什麼 它的目的是說 希望企業有更強的競爭力 因為賺很多錢 有很多實力 它的研發能力更高 也是這樣可以做出國際幾個產品 跟其他國家的競爭對手競爭 這個思維沒有錯 只是實際上做出來後面 讓他們國家那些小公司都怎樣 倒掉 上次我看過電視節目 有一個叫做江玉花 就是一個江玉衡科技 他以前也能駐韓國 所以說他們韓國那種雜貨店 剛剛那種雜貨店都供不下去 為什麼 因為他們後來有那種大企業 也去經營大賣場 所以怎樣 它的價錢有沒有辦法比雜貨店便宜 一定合理的啊 因為我說大V買 所以雜貨店經營不下去 小商店經營這樣 就是大反貨公司 大賣場 那為什麼人民不會出來反對 企業壟斷市場 那種利益都被企業賺走了 怎麼樣 那跟不出來反對是因為 大企業跟其他社會 其他企業的企業差很多 如果你在一個小企業 跟你在一個大企業不一樣 你在三星 你在現代 你在LG 他們的薪水很大 可是你當那種小企業 因為他競爭力比不夠大企業 賺了錢給大家多 所以你薪水會比較下 所以呢 如果你反對的話 你永遠就被列入那一攤 500技術大企業工作 在那一段裡面有寫到 對不對 來 那韓國的媒體對於這樣的情況 有沒有辦法出來批判 有沒有辦法出來監督 有沒有 為什麼沒辦法來 在那裡的大企業 呃 可是啊 應該是 來 黃俊玲 媒體跟政府跟國際的 媒體跟第二面的哪裡 第二面的 就是 韓國的媒體 玩第一次 就是想去處理 對 對 好 好 對喔 為什麼 請問你 企業 是不是會給 會在媒體上面刊登幌告 那如果你這個媒體 都來報導我不好 我壟斷 我要不要在裡面下廣告 不要對不對 那媒體今天就沒有廣告收入 媒體怕不怕 連薪水都發不出來了 你還談什麼理想 所以這些媒體也不敢跟 也不敢跟政府或是企業對立 所以呢 全部 政府 企業 媒體 充公自己化的 那人民也沒有辦法聽到不同的聲音 就比較不可能 好 好 那 我來這邊教授 我怎麼講一下 對照我們剛才 你原本對韓國人的印象 到後來你看完 這一個韓國學生 他所講的韓國學生 好 這很難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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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這麼厲害是有 韓國那麼厲害是有 韓國那麼厲害是有 好 來 韓國很可憐 很可憐 怎麼樣可憐啊 就是其實他們都高的精髓 就是 你興奮的那個時間很快 那現在 因為東石場亂來的經濟神 就有可能會生命 努力大於什麼 因為東石場亂來的經濟神 努力大於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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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大於我們 努力大於我們 來換那 就這樣子 我們看到韓國 我們現在可以做一個語論 如果要在背後 換你多久 等一下喔 他們的附屬 附屬比較多 附屬比較多 好 請說 他裡面有想到一個人是 李明博是誰 李明博是前一任的總統 現在 他不是去年也是總統大選嗎 然後我們選了一個 叫做吳秉慧 吳秉慧 換一個女總統 但李明博是他前一任 李明博他有跟我們台灣的馬鈴九 是同一年當總統 李明博 李明博 歐巴馬 他應該是2008年選完 然後又2012年選選 選第二任這樣子 李明博後來應該選第二任 其實我們會發現媒體能夠報導的東西很有限 不可能做到完整全面的報導 尤其像我們台灣的情況 在討論一件事情之後 媒體它只凸顯某個部分 不讓你看到另外一個部分 那就變成我們都會覺得 韓國基金很久 比台灣好 要留心一點 精彩 然後其他面加都忽略到了 那變成我們所可以了解的東西 會更有限 那剛好是我們找到這一篇報導 是他訪問了一個韓國人 問他的看法 要不然我們也不太可能 跑到韓國去 然後去問他 你覺得你的社會怎麼樣 你覺得你的企業有什麼問題 也不太可能 所以這些問題 平常是不會被知道的 那這一種媒體用自己的方式 把一個現實能 重新報導出來 重新包裝的這種方式 稱為媒體在線 所以媒體在線 你所看到的這些東西 跟實際上會不會一樣 不會 才會比你有一些差距 這個差距就看是大還是小 那我們再來看這一篇報導 這篇報導你們 投影片比較小 因為我就是抓那個網頁下來 我直接念他的重點 這一篇報導是 韓國天團且類大台搶檢約 也就是說這些 我們剛才提到的那些藝人 好像表面上很風光 可是其實有很多很有名的明星 他們都怎樣 要跟經濟公司檢約 為什麼 因為發現都被壓榨 都被剝削 其中有一個人很有名的 我們來看一下 Super Junior裡面有一個成員 是大陸的歌手叫韓庚 他到後來他就怎樣退出了 為什麼要退出 受不了 經濟公司各個對待 不行打官司 你要退款單飛 然後他成像粉絲爆料 他去醫院打點滴 經濟人為了要趕通告 不管他心臟能不能夠承受 直接把那個點滴撥到最快 人家要點滴啊 點滴是慢慢滴 滴滴 那個計量都固定了 他不管 你趕快把他打 好刺激 刺激 會出人命 然後 就算Super Junior到北京演出 經濟公司也不准他回家回去 他是北基的人 可是呢 他回去 大王遠從韓國飛回去表演 照理來講 人情 這樣就是阿妹特回家 跟家人敬個面 有沒有讓他回去 沒有 全部的工作都只有在工作 工作很少 這樣子 那現在就辭職了 所以他就辭職了 那另外一個 有一個團體叫做東方神奇 東方神奇也是一樣 他們裡面有幾個團員 也是跟經濟公司反目 也就是說變成就是衝突了 然後要求了幾個月 然後打了三年的官司 打了三年的官司 那這個三年期間 他們有另外組了一個團體叫JYJ 結果呢 結果他們原本的經濟公司去施壓 於是他們的專輯銷售也不好 沒有媒體敢去播他們的作品 那另外有一個演戲的這個你們 你們也聽過叫胡友天 他一年放幾天假 七天 一年只放幾天假 然後呢 去銀行刷存庫 有一天去銀行刷他的存證 發現自己還欠公司三千萬 也就是公司把那些訓練的費用都算在他頭上 然後要求給他就是等於欠他三千萬 然後要這些栽培他的費用都給他收回來 所以其實他這邊有一個網站的公布 他們看幾家比較大的經濟公司 像有一家經濟公司叫SM SM就是經濟公司的 假設有10的收入進來公司拿7 10分之7 一人只拿3 另外一個是5比5 另外一個是4比6 也就是 100萬進來公司拿50萬 一人拿50萬 那還好 可是剛才那個很誇張 公司拿70萬 一人拿30萬 你不要以為那50萬 50萬的就很多 你看這個蘇格軍人 那是十幾個人 你去分那50萬 一個人分不到 分不到 分不到我 可是又不一定只有50萬收入 當然啦 但是意思就是說 他們其實沒有像我們看到的表面那麼光線 4跟6 4跟6就是好一點的 也就是經濟公司只拿4 然後6有一點一點這樣 好 好所以呢 我們現在看得到的是 韓流他席捲 我們講說不管是電影 電視劇的人 跟這些 可是他們這些光鮮亮麗的配合 都是被經濟公司剝削的 那我們在崇拜 或陷入這些年紀的時候 其實你要去想想這個方面嗎 好 那韓國他們大企業壟斷的情況嚴重 媒體也不管批判 那這樣的結果就會造成 媒體把那種功能叫做輿論監督 也就是說 有不好的事情媒體要去把它揭露出來 讓大家可以知道 但是這個功能在韓國有沒有辦法 很完整的呈現 就不行了 要顧及政府 要顧及企業 因為企業有可能不來放手高運算 所以這些會讓韓國的媒體 失去這樣的功能 那目前我們台灣有一個 反媒體有段成活動 你們知道嗎 就之前那個蘋果 依電視 依傳媒不是要賣的 然後不是有一些大企業要去買 有沒有 像那個誰 旺旺中時機閃 在那裡要去買 旺旺中時機閃也很大了 應該那個中時機閃 它們有電視台 有報紙 有電視 然後我們把它再去買 依電視 它的機閃就會變得更大 那這樣就會變成一個情況 就是說 我們台灣的媒體都被 某一個機閃壟斷的話 我們只能聽到一種聲音 那跟它不一樣的聲音 就會很消失 這個情況 好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是講到這邊 雖然這個內容應該是 跟你可以了解的東西會有點落差 因為裡面有一些可能跟經濟有關 跟政治也有關 但是因為你已經高年級了 適時的應該要接觸這些東西 要不然以社會課本來講 社會課本裡面的東西 講得比較淺 有時候有一些時事、新聞上面 都可以去接觸這些東西了解 好 那我們現在上邊 不用拍手 謝謝